绑匪绑架男子并索要巨额赎金 警方展开调查后竟大吃一惊 警方顺藤摸瓜抓获绑匪 却发现被绑男子早已逃脱 男子到底犯了何罪 绑匪绑架通缉犯也会构成犯罪吗 妻子报案有蹊跷 法律讲堂即将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 我们一直说要老实做人 踏实做事 凡事既不能投机取巧 也不能违法行事 更不能假借公权力 谢一己之分 因为直礼包不住火 当真相败露的时候 违法者必然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我们今天就要讲一个这样的案例 2018年的一天上午 一个中年妇女急匆匆地走进了某公安局 进门她就哭着说 我老公被绑架了 快救救我老公 她脸上流露出悲痛欲绝的神情 民警一听立即上前安抚并进行询问 这个中年妇女伤心地哭泣到 她叫王梅 是家庭妇女 丈夫孙国栋搞建设工程 在本地和外地都有生意 昨天晚上 丈夫孙国栋一夜未回家 打她的电话 手机也一直关机 今天早上六点多 就在她十分焦虑之时 突然接到了一个男人打来的电话 我告诉你 孙国栋现在在我们手上 现在你48小时之内拿出一千万的赎金 不然我们就撕票 让你永远都见不到你丈夫 于是 王梅就马上到公安局来报案 根据王梅的回忆 昨天下午她最后一次 与丈夫孙国栋联系的时候 孙国栋说她在某银行的储蓄点办事 绑架勒索 人命关天 警方立刻立案展开了调查 民警通过调取某银行储蓄点周围的监控视频 并且经过王梅本人确认 发现了被害人孙国栋 在视频中 看见孙国栋进入了一间ATM取款机房 随后一辆车悄然的停在了路边 从车上下来了两个人 等到孙国栋一出门 他们立即上前抓住他的胳膊 往车上拉 孙国栋拼命地反抗 这个时候车上又下来一个人 和那两个人一起 强行把孙国栋推进了商务车 然后这辆车快速驶离 这一切发生在短短的几十秒以内 并没有引起周边人的注意 这证据表明 绑架案确实发生了 警情就是吴生的命令 根据绑匪打电话的时间 犯罪嫌疑人留给王梅的私票时间 只有两天 如果绑匪拿不到赎金的话 人质的性命就不保 王梅为此事心急如焚 哭着说他不走了 就在公安局等消息 警方更是片刻不肯耽搁 立刻组织警力进行侦查 通过道路的沿途监控 警方发现了这辆商务车 台照是伪造的 到了郊区以后就上了高速公路 很快就脱离了监控范围 警方无法从监控中 获取到有益的信息 时间在一点点流逝 几个小时过去了 民警仍然在查找正果线索 但却毫无头绪 而就在此时 公安局突然收到了 外地某省公安厅的协查通缉令 这个通缉令 让案件变得更加 孤朔弥陵 因为这个通缉令上的嫌犯 与绑架案的被害人孙国栋 是同名同姓 他们是不是同一个人 经过比对身份信息 警方确认 孙国栋就是被外省公安厅 通缉的犯人 被绑架的人质 突然变成了被通缉的犯人 这让民警们始料未及 被害人怎么变成了害人者 这种身份的转变 意味着案情更加复杂 警方立刻联系了外省的公安部门 了解到孙国栋在外地干工程的时候 脱缺了两百余万元的农民工工资 经过法院的判决 并且生效之后 孙国栋仍然拒不执行 所以法院以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将案件移送警方侦查 由于外地的警方找不到孙国栋 也联系不上他 为此警方对他进行了网上通缉 现在警方的通缉犯 已经变成了本地公安局带解救的人质 难道这是王梅和孙国栋夫妻两个人 自导自演的躲猫猫游戏 他们的目的是想通过这个 来逃避外地警方的通缉 民警们就仔细观察在外面等候的王梅 发现王梅的神情始终焦虑 不像是在演戏 现在案情变得复杂起来了 警方又对整个案件进行了梳理 外地的警方这个协查通报 今天刚收到 孙国栋是昨天晚上被绑架 如果他提前导演这场绑架案的话 从情理上来讲是说不通的 从视频上来看 孙国栋当时也确实是被人 采取强制方式拉上的商务车 由于他有拖欠农民工工资 这样一个背景 那么有没有可能 是农民工自行采取了极端手段 来讨要工资 看来要想侦破这起绑架案 解救人质 那孙国栋脱欠农民工工资 这个线索不能放过 民警为此就让王梅仔细地回忆 孙国栋在外地这个工程中 有没有合作伙伴 王梅想了半天 说出了一个名字 马鹏 这个名字顿时让已经陷入侦查僵局的案件 又看到了希望 这件事会不会与他有关呢 绑走孙国栋的三个男人里 会不会有马鹏呢 当民警得知 孙国栋工程上有个合作伙伴马鹏 民警的第一反应 这个人可能跟绑架案有关系 但是因为孙国栋的经营情况 他妻子王梅不掌握 所以王梅提供不了更多的有用信息 就在案件的侦查 没有更多有益的线索之际 王梅的手机突然响 王梅一看呢 这是一个陌生的电话 民警立刻意识到 这是绑匪的电话 就示意他按照警方的交代进行通话 王梅接通以后 里面传来了绑匪的声音 时间过去半天了 属性准备好了没有啊 我正在准备 正在准备 你是不是不想让你老公活了 我告诉你 别给我耍花样 要不这样吧 我先给你六百万元 剩一袋钱 我很快就能收好 九九年 你让我跟我老公通过电话 还想通电话 门都没有 孙国栋现在把我坑的是倾家荡产 一千万元 一分都不能少 否则我就杀了你 再把他扔进盒里 喂鱼吃 民警根据他们的通话内容 基本上确认对方就是孙国栋的合作伙伴马鹏 就立刻利用大数据进行了搜索 果然发现两天前 马鹏曾经在一家车行租了一辆商务车 民警立刻调出了这辆商务车的照片 和监控里拍到的商务车进行比对 发现这两辆车实际上就是一辆车 换句话讲 绑架孙国栋的就是马鹏 但是这个车的车牌照 已经被绑匪换上了假牌照 由于租车行的车 它都有定位系统 所以民警很快就取得了这辆车的行驶轨迹 发现这辆商务车在驶离出城市以后 在江边停留了半个多小时 然后上高速离开了本地 而且从监控视频来看 这个时候车上只有一名下驶员 获取了这一段信息以后 民警突然心一沉 是不是马鹏已经在江边把松国栋害了 民警就立刻带上警犬赶赴江边 经过仔细的搜索 没有发现刑案犯罪现场的痕迹 这让民警多少松了一口气 至少证明人质孙国栋 目前可能还是安全的 民警根据线索将马鹏抓获 在询问孙国栋下落时 马鹏的回答却出人意料 当马鹏在高速路的一个加油站 加油的时候 孙国栋却趁机逃脱了 警方赶紧联系孙国栋的妻子王梅 可王梅却表示对此不知情 这让民警感到十分疑惑 王梅对丈夫的安危是如此的担忧 孙国栋不联系王梅是没有道理的 不久孙国栋出现了 并承认自己早就联系过妻子王梅 那么王梅为何要向民警隐瞒实情呢 民警啊就再次仔细的审查监控录像 发现在市区的行驶途中 商务车曾经停下来过 下来两名青年 他们拦了一辆出租车到火车站 购票乘车 民警就通过身份证的信息和监控的信息 进行比对 确定了两名绑匪的身份 但是这个时候 他们所乘的火车已经驶离了 民警就立刻联系了铁路公安机关 将绑匪的信息提供给他们 请求铁路警方配合抓捕 经过忙碌的侦查 时间已经到了晚上 绑匪给的时间过去了一天 王梅也被民警劝回家去 等候消息 而民警们不敢稍有待细 这个时候啊 租车行打来电话 通知警方 马鹏将租的车辆归还了 民警立刻通知他们保持商务车的原貌 然后派出民警去勘查归还的车辆 结果在归还的车辆上 也没有发现任何犯罪的线索 这个时候啊 铁路警方传来了好消息 两名绑匪已经被铁路警方拘捕 他们交代 是马鹏 铁路警方的车辆车辆的车辆车辆 马鹏在赴给他们酬金以后 一个人带走了孙国东 同时呢 警方又通过住宿登记的信息系统 发现了马鹏入驻的宾馆 立刻派员去抓捕马鹏 截至目前所有证据都证明 人质孙国东就在马鹏手上 他的生死命悬已现 民警在抓获马鹏后 立即对他进行了询问 以求尽快获悉孙国东的下落 不料马鹏的交代 又出乎民警的意料 马鹏供述说 昨天晚上他们绑走了孙国东以后 孙国东下的当即支付了 拖欠的农民工工资 二百万元 但是孙国东欠他的一千万元 孙国东说自己现在没有钱 他们一直僵持到了早上 马鹏就给孙国东的妻子王梅打电话 威胁要钱 为了等王梅筹钱的消息 马鹏就让那两个帮忙的绑匪先走了 然后他拉着孙国东 上高速准备回自己的老家 逼着孙国东继续还钱 但是当马鹏在高速路的一个加油站加油的时候 孙国东却趁机逃脱了 马鹏在加油站周围找了半天 也没有发现孙国东 于是就掉头 又把车往回开 因为他仍然想要追回一千万元的欠款 所以马鹏就分析 孙国东逃脱的高速公路附近都是荒郊野岭 几十里以内没有人家 估计孙国东一时半会儿啊 找不到电话联系他老婆王梅 因此在回来的高速路上 马鹏又给王梅打了电话 当王梅在电话里说钱没有准备好 而且还要和孙国东通话的时候 马鹏就明白 自己要钱的目的难以实现 所以他把车辆归还到租车行以后啊 入住宾馆就准备第二天回去 没有想到他在宾馆被警方抓获 尽管马鹏交代人质孙国东不在他的手上 但是民警并没有轻信他的交代 立刻派员去加油站调取了监控录像 果然在监控画面当中啊 看见一个人在商务车加油的时候 下车逃离 这就说明马鹏并没有说谎 通过警方的进一步询问 马鹏就供诉了他和孙国东之间的恩怨 马鹏和孙国东是这个工程上的合作伙伴 他曾经先后给孙国东提供了一千万元的借款 但是没想到的是 孙国东在借款到期以后 以业主没有给他结算为由 他赖账不还 而且还拖欠了农民工的工资两百余万元 马鹏在要账无果的情况下 无奈就把孙国东告上了法院 通过诉讼打赢了官司 但是孙国东拒不执行法院生效的判决 情急之下 马鹏就纠结了两个人去绑架孙国东 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事实 根据这些情况 马鹏的行为已经涉嫌犯罪 所以警方对他采取了刑事拘留的强制措施 根据马鹏的供诉 孙国东是在被绑架的第二天上午就已经逃脱了 那个时候 王梅还一直在公安局里 焦急地请求警方 尽快地破案解救人质 难道孙国东逃脱以后一直没有联系他妻子 王梅对丈夫的安危是如此的担忧 可见他们夫妻感情很深 孙国东不联系王梅是没有道理的 但是如果他在这个期间联系了王梅 那王梅为什么不向公安机关说明情况 案件又产生了新的疑点 孙国东究竟去了哪里 王梅又是否知晓他丈夫孙国东的下落 民警只有见到孙国东才能破解案件中的谜团 警方为了让王梅放心 立刻电话通知王梅 告诉他根据犯罪嫌疑人马鹏的供诉 孙国东已经脱离了危险 问他们两个人联系上没有 王梅在电话里矢口否认 说他们没有联系过 民警交代王梅 如果你和你老公孙国东见面以后 你们两个人一起到公安局来一趟 我们要对案件进一步调查 民警打完电话的第二天上午 王梅和孙国东夫妻俩就来到了公安局 一进门孙国东就说 我是来自首的 民警一看他们夫妻到来了 就立刻对孙国东和王梅分别进行了询问 根据孙国东的交代 前天他在ATM机上取钱 刚出房门就被绑架 他被拉到车上以后 发现是马鹏带人绑架了他 他就立即答应马上还钱 而且当场就把拖欠农民工的 二百余万元工资 转账给了马鹏 当马鹏驾车在高速路上加油站 加油的时候 由于他刹车比较急 揣在裤兜里的手铐钥匙 掉了出来 孙国东就趁机把这个钥匙 偷偷拿在手里 然后悄悄打开了手铐 趁马鹏给车加油的奸细 他下车逃离了 民警听到这儿就问他 那你逃跑以后 联系你妻子王梅没有 孙国东说 我手机被他们抢走了 周围几十公里荒无人烟 民警就盯着他问 孙国东你们夫妻俩 到底联系了没有 请你如实回答 孙国东沉默了片刻以后说 后来我和王梅联系过了 并且得知我妻子在公安局 我当时就让他报告警察 我已经逃脱了 但是王梅不同意 要让公安局把马鹏抓起来 昨天晚上你们通知王梅 说让我们两个人见面以后 一起来一趟 我就知道 我被通缉以后是跑不了了 所以今天上午 我就来公安局自首 与此同时 王梅在民警的询问下 也如实供诉了 自己得知丈夫脱险以后 仍然隐瞒事实的经过 孙国东逃离后 第一时间就告诉了妻子王梅 可王梅决定公报私仇 让民警把马鹏抓起来 这样既能达到报复他的目的 说不定那一千万元欠款也不用还了 没想到警方很快就查清了案件的真相 并揭穿了王梅故意隐瞒的行为 他自作聪明 隐瞒真相 防害了警方的侦察秩序 那么王梅会受到刑事处罚吗 马鹏等人绑架犯罪嫌疑人 孙国东的行为是否告知 反罪 妻子报案 有蹊跷 正在 原来 孙国东逃离以后啊 他又设法找到电话 联系了妻子王梅 告诉他 自己被绑架脱险了 王梅的心里啊 非常高兴 为丈夫能够人身平安 而感到庆幸 但是啊 他心里对绑架丈夫的马鹏 非常的愤怒 坚持要替丈夫 孙国东报仇 让民警把马鹏抓起来 让马鹏以绑架罪 被法院判刑 这样既能达到报复他的目的 说不定 那一千万元欠款 也不用还了 但是 聪明的王梅没有想到 警方为了查清案件的全部事实 很快就揭穿了他 故意隐瞒事实真相的想法 案件终于真相大白了 由于孙国东拒不执行 法院判决的行为 已经涉嫌犯罪 警方对他采取了刑事拘留的强制措施 并通知了通缉孙国东的外地警方 那么已经支付了拖欠工资的孙国东 还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吗 通过警方的进一步侦查 查实孙国东在事后 确实已经支付了拖欠的农民工工资 外地警方啊 为此就撤销了对他的网络通缉 公安机关将其教育以后释放 至于马鹏等三犯罪嫌疑人 他们的行为是构成了绑架罪 还是非法拘禁罪 在侦查的过程中有了不同的认识 那么为了讨债 对人制限制人身自由的行为 应该如何定罪 这也是今天我们本案的法律焦点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 绑架罪非法拘禁罪 这两罪啊 都是侵犯他人人身自由权利的犯罪 绑架罪是指以勒索钱财 或满足其他不法要求为目的 使用暴力胁迫 或者麻醉方法劫持 或以实力控制他人的行为 绑架罪啊 过去我们把它叫强盗罪 是严重的刑事犯罪 非法拘禁罪呢 是指故意非法拘禁他人 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 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 那我们就可以看了 绑架罪非法拘禁罪 两者的共同点 都是限制他人人身自由 那他们的区别在于什么 就是绑架罪的构成 不仅要求有非法剥夺他人 人身自由的行为 而且还要求有勒索财物 或满足行为人 不法要求的目的 以及与此相应的勒索财物 而非法拘禁罪啊 仅要求行为人具有 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目的 以往在司法实践中 对于为了所在而绑架 扣押人资的案件 是定非法拘禁罪 还是绑架罪 常常会引起争议 现在我国刑法有了明确规定 我国刑法第238条第三款 明确规定 为索取债务而非法扣押 拘禁他人的 以非法拘禁罪定罪处罚 因此警方研究后认为 马鹏等人的行为 属于所在刑非法拘禁 与勒索刑绑架有很大区别 最后以涉嫌非法拘禁罪 对他们报批准逮捕 经过公安机关的侦查 检察机关的审查起诉 法院依法队 被告人马鹏等三被告人 进行了开庭审理 检察机关指控 马鹏等被告人 为所起载务 采取非法拘禁的行事 对被害人 限制人身自由 行为已经构成了 非法拘禁罪 由于本案事出有因 被告人马鹏等三被告人 认罪认罚 建议人民法院 依法惩处 马鹏等三被告人 对于检察机关指控的 犯罪事实没有意义 经过了出示证据 法庭执政 辩论 最后陈述等程序 法院认定 马鹏等人的行为 均构成了 非法拘禁罪 最终法院以非法拘禁罪 判处马鹏 拘役六个月 以非法拘禁罪 分别判处 另两名被告人 拘役五个月 收到了法院 一审判决以后 马鹏啊 是后悔不已 他本来是受害者 只要相信法律 依靠法院 最终一定能够 维护自己的权益 但是 马鹏却因为不了解 法院正向警方 移送案件的 这个情况 所以情急之下 他私自找人 绑架了孙国栋 最终触犯了法律 虽然得到了 从情处罚 但仍然是 得不偿失 那我们再来说说 王梅 王梅确实爱 他的丈夫 孙国栋 也愿意为 丈夫挺身而出 但是当孙国栋 脱离了危险以后 他自作聪明 隐瞒真相 防害了警方的 侦察秩序 鉴于马鹏的非法拘禁行为 在先 王梅出于报复 隐瞒真相的行为 在后 他虽然有弄虚作假的地方 但还不是完全的报假案 因此 警方综合考虑案件的情况 对王梅的违法行为 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 王梅表示虚心接受 认真悔过 而经过了这样一番闹剧 孙国栋也充分认识到了 自己的错误 他表示自己以前不懂法 不理解自己与业主的关系 和与农民工的关系 包括与马鹏的合作关系 是不同的法律关系 这三种法律关系 不能混为一谈 业主不给自己结算 那自己应该打官司解决 而拖欠农民工 或者马鹏的钱 那该给的一定要给 经过了这次被绑架 孙国栋教训深刻 他表示今后要诚实做人 踏实做事 观众朋友 孙国栋欠账不还 理直气壮做老赖 在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 才归还了部分款项 说明他不是一个诚信的商人 而王梅更是一个 牙字必报的女人 她无视丈夫孙国栋 在这起事件中 有过错在先的事实 而是利用自己的小聪明 试图借助公权力 将整个事态扩大 追究马鹏等人 绑架罪的刑事责任 以发泄自己的死怨 因此啊 王梅也受到了警方的严厉批评 他本人也得到了深刻的教训 马鹏的遭遇啊 更是让人感叹 跨越法律的底线 由被害人变成了加害人 本案呢 警示我们 不尊重客观事实 无视法律的尊严 不管是什么人 最终结果只有一个 受到法律的公正评判 好 我们今天的法律讲堂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一位靠低保救济的农村老人 竟是一家公司的高管 他们都声称不知情 那么他们的身份信息 是怎么泄露的呢 包头是昆都伦区人民法院 法官田立真 下期为您讲述 被盗用的身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